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部电影叫做《替身风暴》 今天我们听电影 这个主题单元借由不同的角度 带您来听见电影里的沉思 听见电影里不同的讯息 推荐适合终身学习的好电影 推荐适合空大师生以及广大的朋友们 一同来聆听和观赏的好电影 今天听电影 现在天宇就用电话线访问到 海鹏电影公司的契轩 红莹 刘红莹 我们请红莹来为大家做到零 哈喽 红莹你好 嗨 天宇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替身风暴》其实片名还蛮特别的 对 其实看这个片名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说 就是有另外一个身份的人 对 就是类似可能间谍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乔装你的人 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 是 跟上一部我们导龄推荐的电影 《一千词晚安》 其实都是两种身份的交叠 跟错综复杂引起的 这个人生挣扎对不对 没错 其实《替身风暴》这部电影 它电影里面讲述的也是女性的故事 然后它的故事背景更为有厚度 因为它是根据就是欧洲的真实事件改变的 真实事件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在筹划的过程 也是非常的漫长 对不对 对 其实导演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它其实 因为其实里面这些演员 就是都非常的大咖 有包括这个何处在我家的柏林影后 朱利安科勒 然后还有就是国宝级的欧洲影后 利福乌曼 光这两位女演员就已经非常的强大 然后导演为了就是要说服这个利福乌曼 就是国宝级影后来参加这个电影的演出 它花费了十年的时间 要说服这个国宝影后 因为它觉得说这个电影里面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呢 非这个利福乌曼来演出不可 然后刚好这个国宝级的影后利福乌曼 它自己本身也在指导一部新的电影 可是它又对这个替身风暴这个剧情深深的吸引 因为它觉得说这是一部就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然后又讲述的是女性的就是母亲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就是在排除万难之下 终于接了这部戏这样 嗯 好 可见得在剧情当中 其实女主角本身就有一点年龄了 我们大概是看不到什么美女了 可是呢 整部戏的张力会让你目不转睛 而且一直很担心 接下来这个真相会不会爆开来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故事呢 嗯 是讲述就是说在1935年 就是德国它占领挪威的时候 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生命支援的这个组织 然后他们是专门挑选 就是优秀的德国的青年跟挪威的女人进行优身学 然后所以就是在 所以就因此这个生命支援的这个活动呢 这个组织就诞生了一万两千名的战争额头 对 然后这些战争额头呢 后来呢就因为纳粹这个垮台 就被东德的特务组织吸收 所以就利用他们双国籍的身份 就是担任那个间谍的行动 所以这些小孩子其实身份是挺可怜的 因为他们必须就是说 因为自己的身份特殊 所以就被安排到各个家庭去担任间谍的这个工作 但其实他们在担任间谍的时候 跟他们相处的这些家人 一旦产生了感情 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无法 就是那种拉锯 因为他一面要执行他们的间谍的工作 一面又要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家人相处 其实在他们的工作跟家庭之中 就呈现两难的那个现象 这个培训儿童成为间谍 其实是蛮残酷的 对 没错 这个人类因为权力跟欲望 还有这个国土的战争 然后因为战争之下 其实下面掩盖了太多人心的丑恶 所设想的这个计谋 这样真的很残忍 因为小朋友其实儿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一直要背负一个使命 而且从小就被特训 哇 这个真的有点恐怖耶 对 因为这个女主角呢 朱利安科勒 她在电影里面 她真的就是把就是她间谍的身份 就是演的那种丝丝入扣 因为她必须还要巧装另外一个角色 在她的国家挪威跟东德这边之间的一直往返 然后不断的进行就是资讯的回报 然后跟就是她身边所 她监视的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又必须就是不再被曝光的状况下进行 所以她的身份实在是 她自己也一直想说 我必须要套离这样子的生活 因为她非常爱她的家人 非常爱她母亲跟她先生 她甚至还有了孙子 所以她一直在活在就是谎言之中 就一直不断的要跟家人说 哦 我在干嘛 哦 我刚刚是去哪里 我刚刚又跟谁见面 但这一切都是谎言 就是这个谎言就是越滚越大 然后直到她的家人就是戳破这个谎言这样 嗯哼 好 其实间谍这个角色一直到现代的国际社会 还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揭开神秘面纱的神秘工作 而且通常间谍的下场 或者是他们隐姓埋名的最后结局 其实都不是非常的让人这个 都是非常凄惨的 甚至他们必须一辈子没有办法以真面目示人 即使卸下了这个任务或者是工作 那晚年有时候可能还会质疑我到底是谁 没错 这个故事其实刚刚宏颖也提到了 其实这个替身风暴是以国际真实事件来做铺陈的 而当时这个国际事件是不是也震惊了全世界呢 哦 对 其实这个就是生命支援这个组织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到网路上去搜寻一下 可以就是得到更多这样的类型的资讯 因为其实这个事件影响了非常大 就是很轰动 因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孩子去当间谍的这个事情 曝光之后 其实就是几乎应该是全世界都可以了解到说 当时的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组织是 多么的令人觉得说 哦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招里面 然后他们像卓威跟东德 他们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说 哦 我身边的人是不是就是间谍 对 就因为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身边的人哪一个人是间谍 就是每个人都会处在就是恐慌的那个状态下 嗯 好 这个组织当时想必也引来了国际的谴责 这是非常一件不人道的这个 对 这个谍报工程啊 因为运用的工具跟对象竟然是儿童 所以其实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 间谍的身份会一直使他的人格错乱 没错 因为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 这个女主角 她就是到了这个新的家庭之后 她是跟她的就是这个母亲说 我就是你 你是连很久的女儿 然后我现在回来了 然后当然母亲觉得说 我吵了你这么久 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 就当然就是相信啊 我的女儿回来了 所以当那个女主角跟母亲相认之后 他们真的一家人过着的是 就是幸福快乐就很安稳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就是 她的间谍的工作影响到了她正常的生活 而就是这个谎言就爆发自然 爆发之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样 对她来说就是人生 她想要要求的就是 她希望有一个平静美好的生活 可是就是事与愿文这样 平凡的人生对间谍工作的人 是求之而不可得 即使他们必须掩盖在平凡的身份之下 让自己看起来极其平凡 可是他们做的工作 以及他们承受的危机 最后还是会使他们承受 完全不平凡的这个压力跟风险 那既然是改编自真实的国际事件 其实这一部电影最后呈现的时候 也的确是震撼了国际影坛 对不对 是没错 这部电影呢 就是它呈现之后呢 它入选了2014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九大提名 然后它同时也荣获了德国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跟最佳剪辑的三项大奖 就是它在这个获奖方面 也是曾经非常地优异 说到战争儿童 其实这部电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记录了战争儿童在这个国际战争里面 承受的这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它不是被杀 也不是被伤害 它是被运用为一个这个计谋的工具 那我们说死伤 其实那还尤其是伤害 可能你一辈子你还可以这个寻求疗愈 或者是这个被其他的社会环境所完善的对待 可是被利用为一个工具 那可能就完全没有解除的时候 所以 这个就是永无止境 是 因为那是你一辈子的任务 直到你的组织对你解除任务为止 而且组织什么时候会崩解 什么时候解除任务 也许有一天你的组织已经崩解了 你还不晓得原来自己已经没有任务了 原来那个老板已经消失了 已经被毁灭了 对 但其实 我们在电影里面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这个事件曝光之后 其实这个女主角有极力的想要挽回她的家人 可是她的家人对她就是产生了不谅解 就认为说你怎么可以用 就是欺骗我们 然后用别人的身份来进入我们的家庭 那我们生活在你周边的人 是不是也都成为你就是 你监听或者是 或者是你谋得这个谍报的资料的管道的工具 没错没错 所以她其实家人也是很疼爱她的 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当然这个女主角也就是内心非常挣扎 因为她的组织要求她说 你必须就是从人间消失 必须离开你的家庭 可是这个女主角后来要怎么抉择呢 就等观众进戏院去看 好 我想对台湾的朋友来讲 台湾的国际新闻是这个乏善可乘 我们很多国际的资讯都比人家慢很多步 所以今天在这个提升风暴 我们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国际事件 对很多朋友来讲是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件 为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也许进电影院之前 就像刚刚红莹所建议的 我们可以先去做一点功课 您说这个组织叫做生命资源 对 那以战争儿童为主题的电影 像以替身风暴来讲 她又纠结了这个儿童成长之后 她甚至渗入一个家庭 然后变成了很多其他的角色 又是母亲 又是妻子 甚至她还成为了祖母 她已经在这个家族里面 根深蒂固了 那红莹你自己看完了试片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完电影之后 我觉得很心痛 因为想去 就像天宇姐说的 就是怎么可能在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就是你身边的人 她说是你女儿 可是她却不是你的女儿 就是当你要去承受 这样的事实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心态跟什么看法去看这个人 因为她跟你相处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她突然跟你说 我其实不是你的女儿 就是那个打击是非常的大 我真的当时在看的时候会觉得 哇 实在太心痛了 我该怎么去面对 因为我毕竟跟她相处这么久了 我跟她产生了感情 可是她居然不是我的女儿 那我该怎么办 就是有一种非常心痛的感觉 对 这个电影实在是 看到后来会让你觉得 啊 我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就会觉得很悲伤 虽然心情会低落 但是这是一个真实事件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探讨 跟欣赏这部电影的一个地方 是 这部电影其实 有点像是楚门的世界 最后那个楚门发现 原来我的世界都是假的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就怎么办 怎么都是假的 我的生活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真的 原来我的世界 是一座大型摄影棚 对 就觉得 我的生活被一个间谍 所监视 所监听吗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为什么 那我的 我真正女儿究竟在哪里 就会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想实在真的是一个 很心痛的电影 相关的影评 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日前就是试片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看完电影之后 我真的就觉得说 其实德国电影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们可以拍出 就是那种氛围 就大家很喜欢德国电影 那种紧张的氛围 然后跟他们编剧 编剧 然后跟故事的真实性 都相当的吸引人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看完之后 看完这个电影都非常的推荐 因为觉得说 这是一部非看不可的电影 而且这是你必须要了解 跟知道的历史故事 是 它既是国际事件 也是因为纳粹的那时候的国际战争 遗留下来的一个汉事 而且它其实最后被爆出来的时候 国际震惊 对不对 没错 这个实在是太震撼了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对 就觉得我们身边处处都是间谍 处处都被监听跟监视 是 当然 其实这样的这个谍报组织 目前在现代的这个地球村 还是一样存在 那就像现在这个加萨走廊的战事 依然是烽火平仁 而且呢 无数的儿童跟妇女 已经在这个以色列的轰击之下 死于非命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国际的烽火的时候 其实回过头来看看 台湾跟对岸 其实也处在一个拉锯的状态 已经半个世纪之久了 所以我想其实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 突然这间想起来 我们跟对岸 其实也处在一个叠对叠的状态 对 真的是 就是看电影可以反映人生 跟现实状况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那个 就是借金 这部电影 这个已经荣获了奥斯卡 外鱼片的入围 对不对 它是入围九大提名 九大提名 2014年的奥斯卡 对 OK好 那片长是多久呢 这片子是一小时三十分 就是标准的片长 一个半小时 其实并不会很长 比起很多的娱乐片 动辄这个两个小时 所以它的 我觉得德国片金制度 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片长没有很长 可是它每五分钟 就给你一个高潮 就是你可以目不转睛的 一直盯着这个电影 你就会发现 哇 我怎么一下子就看完了一部 就是国际事件 就是非常精彩 它最终的结局 跟后来这个生命资源事件的结局 是一样的吗 还是它解释 我觉得大家进戏院去看 看电影 就不说破它 是 有相关的小说 或者是著作吗 它没有发行原著小说 但是相关的这个资讯 我觉得在网路上 都可以查询得到 好 在海鹏电影公司的 这个官网上面 也有电影相关的资讯 预告 剧情大纲 是 甚至是它原始的 这个本事 对不对 是的 都可以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官网上面 去做查询 好 那最后当然是 基本的电影资讯 这部电影是 以分级来说 所以很多人会很关心 好 一部好电影 那它分级是 落在哪一集呢 是保护级 保护级 对 所以就是六到十二岁的 那个 儿童需要家长 家长陪同欣赏这样 是 其实真的就是 应演戏院 就是大家可能 对这样子类型的电影 可能的接受度 还没有那么高 可是我们电影公司 都是很积极的 在帮听众朋友争取 就是希望就是说 有戏院 愿意就是帮我们 做应演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到 会到就是 中南部戏院去做应演 是 为了这个 推荐好电影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点 类比哦 台湾以前 不管是电视 或者是电影的 相关作品 也有类似 以这个 谍报 或者是 间谍 为题材的 但是好像比较少 对不对 对 台湾的 好像比较是 以那种 警匪动作片 为主 对 所以这种 谍报的电影 比较小一点 好警匪动作片 这个应该是 以港片为 祖师爷啊 所以 想一想 为什么 这个国片 没有想到说 以 这个 把视野 放出国际 有时候我们 视野太小 然后 看不到国际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 然后就会觉得 自己 我们的 关起门来的风暴 就非常的剧烈 那 在对照到 国际时间的时候 你 其实可以 学习到 国际 经验 然后也可以 从国际的经验 里面得到一些 教训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 甚至 不只是教训 还会有成长 对 就是 大家的视野 可以更宽阔 所以多看 国际上的好电影 也许你会觉得说 那个 德国人 严谨的态度 那也许当时的事件 可以有更多 这个轰轰烈烈 或者是高潮起伏 那可以加更多料 像这样的题材 如果落到 这个 我们国片的编剧手上 或者导演手上 或者是我们国片 制作团队的说 恐怕就会 开始加料 恐怕加成世间情这样 期待台湾有机会 拍一部就是谍爆电影 好 如果您想要知道 这个国际事件 那我们可以事前去做功课 然后再进电影院 去欣赏这部 其实 它是人性深层的 一个描述 想想一个孩子 从小就被国际组织利用 然后他要涉入的 其实是 两个国家之间的 这个谍爆工作 那其实是一个 很沉重的任务 当然我们现在 听起来像小说 可是事实上 它是国际真实事件 所改变的 那当然了 然后最简便的方式 就是点进海蓬电影公司的 替身风暴的网页 那我们可以先做点 简单的功课 然后最后 因为是辅导集 所以呢 也许 这个两三好友 进电影院 坐下来一个半小时 欣赏一部好电影 那最后 这个红莹 有没有什么话语 要赠回大家的 希望大家 就是趁着 周末假日的时候 就带着家人 一起进戏院看电影吧 因为这是一部 就是非常厉害 然后又会让你 末步转进的一部好片 其实这个国片市场 台湾的观众 对欧洲片 是比较陌生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有这样子电影的 引进的时候 不妨观众 在挑选电影的时候 可以看一些 不同类型的电影 其实会有 不一样的启发 然后跟想法 大家不要觉得 很沉重 其实我觉得 看电影就是娱乐 然后除了娱乐之外 你可以还吸收到 不一样的支持 跟成长吧 也许欧洲片 跟这个 我们习惯的 美国好赖乌式的 这个娱乐片 它的style 跟它的呈现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 我们总不能 一直都被 好莱坞喂养长大 对啊 偶尔看看欧洲电影 我觉得真的 当你就是 有机会看到一部 就是让你 非常喜欢的 欧洲片的时候 你会觉得 欲罢不能 我从此以后 可能只看欧洲电影 好 欧洲沉稳的 内敛的 那并且严谨的 这个电影风格 每五到十分钟 给你一个梗 这个梗 是真实存在的 通常欧洲片 有好多好多是 根据这个人性 或者是国际事件 或者是小说来改编 那比起 好莱坞天马行空的 这个作风跟剧情 其实是完全的 两条路 对不对 没错 我觉得欧洲电影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不一定说 你觉得那个电影 是历史故事 我不想要了解历史 但是你不要先去 设限它 它一个框框 直接进戏院去看 看完之后 你反而想要了解 它的时候 你就会去搜寻 它更多的资料 好 来 改编自国际真实事件的 替身风暴 这是今天海鹏电影公司的契轩 红莹推荐给大家的 红莹谢谢 谢谢大家 庄师傅 你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 在你 卓人 你 你 你进口 你生日毋时 我想要跟你说 我会告诉你 谢谢你 我如果 我呆吐了你的 我家 在你 剩下的麻疑事情 只要因為他們有韓國資 所以他們不說話多一點 看看你為什麼為啥? 因為這你很久以前 我們還會將國貿共犯罪 不知不知道她說繼續更好嗎? 還是她已經死? 在這情況下會失去問題 很明明 她是我 好了 會不會再一個天長 為什麼?有什麼事? 對,你都不說話了時間在家裡 因為你從來沒有在家裡 從威尼爾 你怎麼回英國? 早晚晚 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在奧義的奧義 在奧義上奧義上 很多奧義充滿和紐乃的女性 有關聯繫 你可說一點點多嗎 我還不記得 How could you possibly have forgotten this? Mama, I come with an Advokat here and you lie for him. I have a copy and you say you can't remember.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question is so...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question is so... Behjälp av din kärlighet.